在南美洲中部有一个内陆国家 巴拉圭 它地处拉普拉塔平原北部 国土面积40万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大约670万左右 如今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在婚姻制度上都实行一夫一妻制 这是秉持着对良性的尊重原则 就算有那么一小部分国家 还可以一夫多妻 但基本上都是自愿的 可是在巴拉圭 政府却规定男子必须迎娶两名以上妻子 否则很有可能会受到牢狱之灾 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 还是因为巴拉圭面临着 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据统计 目前巴拉圭14岁儿童 和老人的比例是2比1 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4米 当然这样的结果绝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巴拉圭人口问题的原因还要追溯到1864年 他们的总统弗朗西斯科·洛佩斯 以一个内陆小国的实力 对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同盟发起战争 一手挑起了南美洲最大的战争 这场持续了七年的大战 以巴拉圭的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 导致巴拉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瓜分 而国内只剩下了不到三万成年男性 政府为了尽快恢复人口数量 不得不强制规定 以赴多吉 巴拉圭的男人们虽然享受着奇人之福 但实际上也是作为繁衍工具一般的存在 也许一副多吉之也并没有那么美好吧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民间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了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魄散 惭愧不已 感兴趣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方菜单栏 往期风采中既可观看